大家好 我是台北花園大酒店 翠婷中餐廳主廚 鄭昌霖 今天來教大家 防疫期間如何在家做出簡單又美味的料理 這是一道寧波老菜 老燒蛋 食材多樣青菜 有肉 有蛋 有多樣化的營養 而且簡單製作 在家方便自己料理 今天為大家準備的食材有 粉絲 在我們這個季節可以用 角白醬 切絲 料理 口感也很適合這道料理 然後有香菇絲 香菇絲呢 有個喜歡木耳脆脆的口感 也可以用黑木耳切絲來剔幹 有紅蘿蔔 有蔥 有肉絲 還有韭黃 魚開洋 冬粉 還有青菜 還有平洋的蛋 一般在我們餐廳飯店 裡面還會加了百葉 可是在家 希望多道口味的話呢 可以用苦厨來帶吃百葉 會更加美味 叫濾 passed 捏香ry 沒 ku幹 手 那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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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手 手手 手 手 手手 手手手 手手 色手手 手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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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手手手 手手手手手手手 這些手手手 十六 二十八千 鯊 再加一點點 醬油 醬油 加一點點 然後倒一下 加一點點 然後加一點點 然後上面加一點點 還有高分 超級濃烈的 通常器的把它攪定 鋸粉 胡椒 還有糖 然後翻小火 蓋一蓋 大概小火煩差不多2到3分鐘 這個時候 小火要特別注意 中文在鍋裡的話 可能就是會乾多 所以要自己注意一下 照湯汁微微收乾 就可以下入平淡洗酒 然後可以下入酒嗎 平淡 然後這個時候可以開始 紅燒大一點點 讓它收一下湯汁 然後加上油 好 這道料理配菜多元 肉感豐富 它滑嫩的蛋以及肉絲 還有多樣的青菜很爽口 然後顏色也很豐富 很適合在家料理 更多的美食資訊請隨時關注中食娛樂